大家好,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 On 现在,你正在收看的是华为Mate 9的评测 自你们参数的爱好者 你们可以暂停影片来观看显示在荧幕的参数 无疑的,Mate 9是一架非常大的手机 我不能单手握持的手机 我使用了随机附送的硬壳来防范不必要的意外 在机身后侧,你能看到双摄像头 与摄像头下方的指纹识别器 在双摄像头的左右,你能看到双摄温 闪光灯与激光对焦 在机身正面,华为使用了1080P 5.9寸的LCD屏幕 很多人都说2K屏幕才是王道 可是1080P已足够应付日常使用 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使用屏幕的能见度很不错 不仅如此,华为也内置了护眼模式来保护喜欢在床边滑手机的使用者的眼睛 华为也内置了红外传感器,方便使用者来控制家电 关于华为Mid9的软件 华为使用了基于安卓7.0的EMUI5 EMUI5比起旧代的EMUI有了相当的进步 比起上一代的桌面风格 华为增加了App Drawer EMUI5不在使用iOS风格的通知栏 而是比较靠近原生安卓的 无论进步有多大,EMUI5还是有bug的 时不时,系统将会把所臂子换回原生的臂子 不仅如此,EMUI5也少了双击唤醒 希望华为将会在下一代的EMUI加入 在机身后侧的指纹识别器 不仅可以让你解锁 还能让你将通知栏拉下 华为的指纹识别是数一数二的快 关于性能 Mid9能轻松的运行你所给的任务 8核的麒麟960能轻松的把任务完成 即使是在双屏模式 Mid960能轻松的运行你所给的任务 至于Graphics部分 麒麟960能完美地运行Aspot A Mid960能完美地运行Aspot A Mid960能完美地运行Aspot啊 多媒体部分 华为Mate 9的双喇叭是蛮大声的 可是不是市场上最好的 耳机输出的部分 Mate 9只能说够用 如果跟拥有DAC的HTC10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相机部分 华为Mate 9的使用 第二代莱卡认真的双摄像头 莱卡认真的双摄像头 是拥有F2.2光圈的 1200万像素的颜色模组 加2000万像素的黑白模组 Mate 9的后置摄像头 是市场上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其中之一 它能拍摄一些蛮鲜艳的照片 清晰度也是蛮不错的 在最新的系统更新上 你能够像iPhone 7 Plus一样 实现10倍变焦 如果你是Bokeh的爱好者 华为加入了大框圈模式 好让你调教背景的模糊 手动模式也在Mate 9上出现 可是界面还是需要一些改进的 至于低光表现 只能说还可以 至于前置摄像头 它拥有F1.9的800万像素的模组 莱卡认真的摄像头 最大的特点就是黑白照片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享受黑白照片 那你一定会很享受这部手机 在录影部分 ORS光学防抖帮助了稳定许多 除此之外 华为Mate 9也加入了指向式的收音模式 最后Mate 9拥有4000产品 毫安时的大电池 你一定能够用上一整天 至于充电 你将能享受华为自家的快充方案 Supercharge 使用Supercharge 只需10分钟就能充满20% 一小时就能充到80% 华为宣称 只需90分钟就能从零充满 总结 华为Mate 9是市场上 你能找到最好的大屏手机 拥有大屏 大电池 和独特的摄影享受 你一定能很享受这部手机 像普通的喇叭和耳机输出的妥协 一定不会影响普通用户的使用 华为的努力 已经在手机上可见 这个评测就到此 谢谢观看 记得在社交媒体上找我们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 记得like 和跟你的朋友分享 还有记得 subscribe科技先生的YouTube channel